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美西时间9月23日 欢迎收看本期的万维读报 我是Jennifer 中共官方媒体人民日报旗下的 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 针对美国、台湾、印度等中共冲突问题 时常透过社论或微博、推特发表战狼言论 被前央视主持人崔永元戏称为胡叼盘 被推特官方标注为中国国营媒体 不过胡锡进过去炮轰中共政府的良心化被网友挖出 当时他称中国是全世界的笑料 近两个月 胡锡进面对美国官员访台 不断透过微博发表拼机言论 宣称如果还有美国国务卿、国防部长继续访问台湾 解放军战机揪音飞越台湾岛 直接去台岛上空演习 我们试射的导弹更应该飞越台湾岛 直至飞越台总统府上空 不过中国网友却发现 胡锡进在2012年6月22日上午10点36分 在微博发文指出 假如我不是中国人 我一定会活得敞亮 少很多纠结 我会看中国热闹 它又大又穷又折腾又没人缘 人多得像蚂蚁 它发展更像是心比天高 命比纸薄的挣扎 是全世界优雅人士的笑料 可惜我就是中国人 生在国家和所有国民 与命运抗争的激流中 看遍成功 也看遍失败和殊死般争执 我爱恨心疼这个国家 许多中国网友认为 胡锡进当年第一次说了良心话 也有中国网友指出 原来你八年前就预测到了 你让五毛们如何不迷茫 不过这番言论也惹毛其他中共小粉红 他们齐声大骂胡锡进 你应该打死你爹娘 说你生错了地方 您对自己终将被钉在 一时之五柱上的形式 有何看法 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皇帝梦 竟被联合国击碎 9月22日在联合国举行大会 特别安排播放多国领袖 先录制的讲话 在联合国官网的会议日程和议程上 大会对习近平的称呼 竟然是殿下 His Highness 而不是一般共和国元首的先生阁下 His Excellency 将他身份变成太子 暂时未知这个错误 属于联合国秘书处人员首名之物 还是有人存心公开言语 联合国官网的这份会议日程和议程 编列昨日发言的先后次序名单 主要有三种称呼 仍保留往事制度 或实行君主制国家元首的国王 王主被称为陛下 His Majesty 或殿下 His Highness 以及一般国家元首 包括总统 总理等 都会被称为先生阁下 His Excellency 然而在名单上 排第六发言的习近平 竟然与排第十二位发言的 卡塔尔国王塔米姆 同被称呼为殿下 至于其他非实行君主制的国家元首或领袖 包括美国总统川普 巴西总统波索纳罗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等 均被称呼为先生阁下 最让人感到离奇的是 这份会议日常的阿拉伯文 英文 中文 法文 俄文 以及西班牙文等语言的版本 对习近平的称呼全部都是殿下 有香港网民发现这个重大机密后 在联灯上公开 随即引来热烈讨论 有网民推断 英式最原先的文件出错后没有被发现 结果导致所有语言版本 对习近平的称呼都出错 有网民表示 人大开会前要大叫 万岁万岁万万岁 也有网民指出 殿下是古时对王后 王太子 公主 朱王的进称 而对王帝的进称则为陛下 联合国称习近平为殿下 其实已经降了一级 9月22日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的智囊余茂春 在一场香港问题研讨会上 讲述川普政府 对中共政策的根本性转变 他表示 川普总统为了阻止中共镇压香港 愿意牺牲第一阶段贸易协议 他强调 现在不是美中冷战 而是中共站在中国人民和自由世界的对立面 香港遭到镇压 让世界看清 中共当局是完全不能被信任的 美国国务院首席中共政策顾问余茂春 22日参加加拿大智库 麦克唐纳劳里亚研究所举办的 《香港问题》线上研讨会时表示 中共以粗暴的形式 打破了对香港一国两制的承诺 证明中共是无法被信任的 在这场名为香港前进之路 自由世界将如何应对北京镇压的研讨会上 余茂春讲述美国政府如何帮助港人对抗中共镇压 除了呼吁港府倾听港人声音 副总统彭斯与国务卿蓬佩奥也接近了 李志英 李柱铭 陈方安生 罗冠聪和其他民主运动人士 为抗争活动提供支持 余茂春表示 对总统来说 他内心最重视的就是 在第一期完成跟中共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 但是他愿意致贸易协议于危险之中 以阻止中共直接镇压香港的抗议 对总统来说 香港问题是唯一可令其愿意牺牲美中贸易协议的因素 余茂春强调 现在的国际局势不是中美冷战 而是中共站在中国人民和自由世界的对立面 他提醒 不要以为共军是单纯保护中国人民 因为在中共体制下的军队 重心是服务中国共产党 余茂春说 透过共军在四个领域 太空 网络 深海和北极这四大新领域 共军正发挥主导作用 换言之 如果有中共公司要购买格陵南土地 当然不是纯粹经济行为 而是有军事意涵 这就是共军构成全球军事安全威胁的原因 余茂春表示 世界上几乎每个自由民主国家都承认中共是一种威胁 我们一直在敦促全世界的朋友和盟友 建立民主国家联盟 以对抗中共威胁 因此在中共问题上 我们一直是多边的 9月23日 中共上海市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 表决通过决定免去公道安副市长 上海市公安局长职务 他被指示中共前政法委书记孟静柱的亲情之一 公道安是中共十九大以来 上海落马的首个副部级老虎 今年公安系统落马的第三虎 在此之前 前公安部副部长孙力军 重庆市公安局长邓辉林落马 公开资料显示 公道安1964年11月升 湖南李线人 公道安长期在湖北省公安系统任职 曾历任金沙市公安局局长助理 副局长兼行政支队支队长 湖北省公安厅行政总队重案侦察处处长 行动技术总队副总队长总队长 金针总队总队长等职 2007年12月 任湖北闲林市委常委 政法委书记 公安局长 2010年11月起 公道安调至北京任职 先后出任公安部12局副局长 局长 2017年6月任上海市公安局长 2018年1月升任上海市副市长 兼任上海市公安局长 2020年8月18日 中共官方通报 公道安被调查 审查 明报引述消息人士的话称 公道安发迹得益于曾任湖北公安厅厅长 省委政法委书记陈迅秋的提携 承认湖北公安厅长期间 公道安是湖北公安厅行动技术总队队长 通过计真 侦办了一些案件 消息人士还透露 公所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的原因 是其担任公安部12局局长期间 12局是公安系统的科技侦查机构 专职对有关案件的监听 追踪 定位 公道安是前中共政法委书记 孟建柱的旧部 资料显示 孟建柱2017年至2012年 任中共公安部部长期间 公道安2010年11月起 先后任公安部12局副局长 局长 据消息透露 原政治局常委 中央政法委书记 周永康落马 他的多名亲信在湖北接受审查 有传闻称 公道安与曾任湖北省公安厅副厅长的 邓恢林一样 都是因为参与审查周永康集团有功 被时任政治局委员 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赏识 据《苹果日报》早前引述消息透露 前中共政法委书记孟建柱 目前已经病重住院 但被当局严密监视 限制自由 并把门窗钉死 慎防他自杀 犹如当年军委副主席徐才厚 被关在军方301医院到死的翻版 梦的下场也似徐才厚翻版 中国科技巨头华为公司负责人坦诚 在美国全面制裁之下 华为公司遭遇严重困难 求生存已成为公司的主线 9月23日 华为轮值董事长郭平在上海参加 华为全年接年会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美国已经第三次修改了其制裁措施 这些措施的确给我们的生产和运作 带来巨大的挑战 在最近的一年多时间里 美国政府对华为公司的制裁 经过了三次调整 制裁范围和力度大幅度提升 去年5月 美国政府把华为公司列入制裁清单 禁止美国企业向华为提供产品和零部件 今年5月 美国政府对制裁措施进行了修改 要求使用美国芯片制造设备的外国厂商 在向华为提供半导体产品之前 必须得到华盛顿的许可 今年8月 美国政府把原来的限制性措施扩展至全球 要求全世界所有使用美国芯片制造技术和设备的企业 都必须停止给华为供货 这几乎切断了华为公司所有的芯片来源 郭平在演讲时坦诚 华为现在遭遇很大的困难 美国持续的打压给华为的经营带来了很大的压力 求生存是公司的主线 郭平说 美国的高通公司正在向美国政府申请给华为继续供货的许可 英特尔已经得到许可 可以向华为提供某些产品 中国的中芯国际公司也向美国政府提出了许可申请 目前还没有得到回复 中芯国际生产芯片所使用的机器是从美国进口的 郭平表示 如果高通公司获得许可 可以避开禁令的话 华为愿意使用高通生产的芯片 据路透社报道 郭平此前已表示 华为希望美国政府重新考虑它的政策 如果美国政府给高通发放许可 我们仍然愿意购买美国公司的产品 华为手机使用的麒麟芯片是由台湾芯片制造商台积电制造的 从9月15日起 台积电将依据美国政府的限令而停止给华为供货 华为稍早也曾表示 从9月15日开始 它将停止生产华为高端手机使用的麒麟系列中最先进的芯片 分析师们估计 华为储存的麒麟芯片明年就会用完 消费者担心华为的手机业务即将结束而抢购华为手机 经销商说 华为某些款式的手机涨价幅度达500元人民币 22日已故资深共和党参议员 前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麦凯恩一双芯迪在推特表态 支持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 他说我们是共和党人 但认为美国人是最重要的 在这场选战中只有一个候选人以国家为先 拥护这个下值观的人就是拜登 麦凯恩生前是亚利桑那州的参业员 芯迪倒戈相向 预料有助拜登在这关键摇摆州的选情 拜登在推特回应芯迪说 我很荣幸得到你的支持 这次选举比任何一个政党都要大 因为所有人要团结一致 成为一个美国以恢复民族的灵魂 我们一起完成 早前有报道声称 川普形容阵亡美军是笨蛋和失败者 虽然川普政府已否认有关报道内容 但拜登在网上募捐活动时仍不禁提及 拜登称可能我不应该提及 但我要将跟麦凯恩一双一起参与网上活动 他首次为我背书 就是因为川普曾指我的儿子和麦肯恩儿子 那些为国军区的英雄们是失败者是傻瓜 事实上 拜登与麦肯恩在参议院共事20年 辛迪在早前举行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 也提及麦肯恩和拜登数十年的友谊 他又称赞拜登有能力维护国家安全 上个月 过百名共和党人也表态支持拜登 他们表示 鉴于现任总统缺乏领导努力 他的努力不能化解美国人之间的分歧 以及他未能维护美国价值观 我们相信前副总统拜登显然是在选举中 有能力保护国家利益的人 以上就是本期万维独报的所有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屏幕右下方订阅我们的频道 同时也欢迎您点赞转发分享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